大家好,我是蓝蓝 现在是中午十点半 我又出来溜来了 你看,我继续走小葫芦有阴帘 我在小葫芦里发现了葡萄 给你们看一下 看,这是谁家门前啊 这么一颗葡萄 你看看它长得 虽然长得不算茂盛吧 但是有这个树荫 庭院陈西书韵雅 这边是 明窗风静墨花香 横幅市中正平和 刚才我快递小葵进去了 说里面是一个院子 又看到了葡萄架 这就在胡同当中种的 葡萄有心人都拿纸包上了 怕小鸟来吃 还没到成熟的季节 这是什么 小西红柿 看到了吗 这边有三个黄了 小西红柿 还有人放了鸡蛋壳 看看这小火通 这是一个院 看看这小门楼盖的多好看呀 全部都是后来国家给翻修的 葡萄油 我带你们 葡萄油 你看大花盆里面种的 辣椒什么的 看现在是中午两点钟 我刚睡醒午觉 又出来走了 看看北京的蓝天白云 树椅底下溜 有小风凉快着呢 哎呀 这也颓养眼了吧 要不凉快 小风一吹 大家好 我是蓝了 今天已经是第六天了 明天第七天 最后一天 养生营就结束了 明天呢 也是我闺女结婚 就是请杨家这边吃饭的一天 我家老张呢 老说让我回家 可是我在这边 一个人都已经习惯了 就不想回去 本来说星期六回去 后来星期六 我一想晚上八点半课才结束 九点多就睡了 但是呢 他们睡觉晚 肯定会影响到我 所以我想呢 明天早上起来过去 我说早点过去呢 我洗个澡 我们家张哥一听我要洗澡 赶紧的就 你别洗别洗 人家不是不让你洗 他是第八天才可以洗澡的 因为一个星期一周 是一个疗程 我说好 参加闺女婚礼 我这蓬头蓬面的 一礼拜没洗澡 没洗头 跟那叫花子似的 他说那怕什么呢 管他呢 到时候怕那个身体出问题 后来呢 我说那去 咱们回去 怎么安排 他说那个先去我婆婆家 拿点东西 我说拿什么呀 他说他们那边准备的什么 腰果啊 糖啊 花生瓜子 还有饮料什么的 我说 呦 人家都给准备好了 他说啊 然后呢 说那个 我说那你去都 那个买什么 那你去看是吧 看公公婆婆你买什么 他告诉我 还没买呢 他说你说买什么呀 我说咱俩不是说好了吗 我只负责交钱 其他的事都不给我管 我就赶紧给电话挂了 然后今天早上前来 我婆婆也是给我打了一电话 说的你还挺好 什么都不用管 不用操心什么呀 我说啊 我还真是 因为这回我闺女 就是请客吃饭吧 就是什么酒店呀 包括订的那些菜呀 包括人员安排什么 都是他亲自安排的 然后我家张哥的挨个的 就通知人吧 打电话什么的 反正我是一点都没管 就这些事 我一般都不参与 也有人说 来了你别再这么降了 就是你赶紧回家吧 他是过日子 张哥人也好 孩子也好 你别这样 闹腾了 我就想啊 我就真的 我实在是 太喜欢现在这样的生活 就是特别的安静 然后每天也不生气 然后就身体状况嘛 就一天比天的 好 血压血糖嘛 就全都正常了 当然接下来的日子 该怎么调理呢 就说老师在最后课上 还要讲 所以那天我就是 因为我们每天也视频吧 家里面 孩子也特别高兴 一看我的都正常了 然后人家老师说 妈你适合在深山老林 那边生活 你就在那挺好的 你别回来了 然后我想两个孩子 可能不希望我回去啊 因为我一回去 就跟那定时炸弹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又开始闹腾 因为我真是看不了那么乱啊 人多就烦 然后很多不合自己心意的事 就是控制不住 就要爆发了 但是在这吧 就真的是没人惹你生气 你想生气 你都没地生气去 所以我也在想啊 你说张哥倒是老说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什么时候回来呀 我也不知道 他是真的想让我回去 还是只是客套话 那么一说啊 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 可是你说不回去吧 俩孩子 老公正在家里啊 就包括我都想 我在现在在平房 这边邻居啊 我出来进去的人 就会怎么想我 是不是以为啊 我这个是吧 家里吵架了 跑一个人跑出来住 人家也很不理解 所以有的时候 就是你在婚姻内的人 就是比如说你没有结婚的人 你一个人啊 遨游四海 或者你天马行空啊 没有人会说你 还会觉得你很潇洒 还会很羡慕你啊 觉得你日子过得很美 但是作为一个已婚的妇女啊 就是你把家庭抛下啊 然后去过自己的生活 真的是会引起很多的这个非议啊 哎怎么说呢 其实我觉得我不回去吧 他们也挺好 因为现在在 就即便我在家里啊 我也不管做饭啊 买菜啊什么的 因为都是张哥在网上买孩子们做饭啊 其实在家里有我没我都是一样的 就是多了一个人 至于张哥啊 本身他话就少 然后我又话多啊 有抄抄抄的 可能他也烦 我想现在这种状况 对我们大家都是有好处的 真的我真的不想回去 所以有的时候看评论区留言 有的粉丝说 来来好好过日子吧 我是在好好过日子 我觉得我出来以后 我们家就整个都太平了 然后我的身体 一点点得到了恢复啊 就挺好的呀 你们说我该怎么办呢 我现在是 也不知道该咋整了 可能有人会说 你们现在是分居状态 就是你说分居啊 就是你 我回到中国所以一样是分居状态啊 这个年龄了是吧 根本就 大家都互相那种干扰 根本就受不了了 就越到岁数大吧 越悬 安静 年轻的时候就是哪热 哪人多吧 哪扎 现在就是哪人少 哪没身才好呢 也许是老了的这种标志吧 或者说 我们下周啊 去内蒙玩的一家人在一起 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大家想念了 就在一起周末聚一下 然后出去玩就玩一下 平常就各不各的 你们觉得这样 行吗 好 我就是中午赶紧录一个 就是为了别太晚睡觉 要不然晚上你录完了 还得编辑视频 一下又十点多了 现在已经习惯了 每天就是九点多钟就睡着了 早上起来五点睁眼 反正也能保证八个多小时的睡眠 挺好的 拜拜 请点赞关注哦